我们今天到马杰医院来拜访我们的张中医教授 那今天的写访医师是徐刚鸿医师还有美宁医师 那待会我们就会请徐刚鸿医师来帮我们做引演 我是马杰心脏外科徐刚鸿医师 张中医教授在台湾心脏外科的地位 我想不言而喻了 那多少的一学生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仰慕张中医老师的风采 然后决定踏入心脏外科的这个领域 我自己本身也很幸运从大学时期听到老师的名字 然后从成大毕业一路北上 跟着老师到台大 然后到马杰来 看着老师这样从手术啊 然后照顾病人一步步这样做 然后有今天的程度 然后你可不可以聊聊 关于你自己的心外之路 那是很辛苦 我跟妳讲啊 我们那时候当外科医师来就是很辛苦 我们不像现在的作业医师 说有什么值班时间 第二天就要回 你可以回去休息啊 当然这个是比较人心话 可是常常我们要学习东西 你必须要刻骨铭心 你才会学不到 你一定要付出你才会有学习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值班也好 不适合相当的疯独 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当场做解决 这个是主任医师的解决 然后到了总医生结束 本来是会有淘汰制 到两层前教授 他觉得淘汰为一个 外科医生来讲是 不是很好的 因为你要到总医师的训练完整 你才会成成一个 安望药的外科医师 有内涵的老师 通常是very humble 绝对不会解决的意思 因为他会晓得你 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你必须要 从很基本的东西去写写 你才有办法 把它应用到里面上去 这个也是我要 告诉现在人年轻的意思 你不要以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检查方式 新的治疗方式、方法 你可以不一定可以 这个基本的解剖啊、生理啊 要你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你的基本 简教授保守你的东西 还有基本的 拿指针器的方式去 那个缝合的方式 怎样去调整你手术的角度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你必须要够好 你才能够把你的手术做好 哪一个手术是在你印象当中最遗憾的? 我第一个 那时候我刚从我审海来 我下飞机 第二天我马上接到我的电话说 交后病房有一个病人要带你来开大学买转位 我们说一下大动化转位 那是我出去学买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在不到三天的时间我最惊慨的那里 那个时候老实讲台大对怎么样麻症 这种新生苗开转手术的新生苗都还不知道怎么样 要怎样准备 从头到尾都必须要常理 全都能把他目标 然后开下去以后才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大学买转位 他的冠状动脉是异常的 他甚至是单一观众动脉 他有一条很小的观众动脉就结束了 他有一个形式中的缺少 这个在当时 他动脉转换数里面 属于比较high risk的高 他的失败率是比较高的 后来我还是把它完成了 那当然住在家屋里面 结果呢 大概我想我想大概是应该有第五天 还是第六天 他们突然间跟我讲出来急救了 那我跑过去我一看 我觉得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是气管内管的问题 那个气管内管整个被弹快塞住了 但是因为小孩子的胸臂是很保护的 所以你去听 你是可以听到呼吸声 因为为什么 他有可能转另外一边转过来的呼吸声 可是你一听的 他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教育病房的意思没有很大的经验 而且几乎以前没有听过的 所以我赶快找我同学 过来帮我 我就叫他来帮我 要重新换这个气管内管 那我抽出来以后 那个气管内管就是一个抬头 那我就急救了 急救了之后 快将近半个钟头 后来这个小病人就是撑了一个月后 还是做掉了 就是我发生了很多的病化症流出来 那个管子我现在还留着 不过我记得我有照相起来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病人 展览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经验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小朋友的呼吸气里面 那个湿气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整个体外循环本身 小孩子的体外循环 是要跟一般的体外循环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脱水装置 也不能让他们的体力太多 所以这些很多的细节 我自己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了解 不过这样的案子 我觉得我还蛮遗憾的 你以前没有遗憾 所以他把我帮我 小孩子都没有遗憾 他也不太会抱怨 我早上出门 小孩子还在睡觉 晚上回去的小孩子 也在睡觉 我常参加了病人 我大一天都没有回家 因为不要没有经验照 没有经验照 后来慢慢... 有些小学住院医师可以帮忙 那时候胜胃糕 有一个很分成英国 nit 所以很感谢malm 你知道一个一个很文明的老师 他就把我们的教育病vs分成 4月1跟15bit 所以一邊是小孩子 一邊是大人 可是大部分小孩子 必須有一個專制的地方 那這樣子照顧專門 所以他的慢慢慢慢成功 所以住院教育是一個非常容易面積的人 那你自己的陪伴知道嗎 因為家庭已經讓你以為 後裏是有了 那在工作上的壓力 在手術上的壓力 這麼多的壓力環節 你怎麼去清潔壓力 我退休的時候 在外科的退學演講 其實我的標題是 做一個快樂的外科醫生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你要享受你的工作 第二個呢 我有很多我有興趣的東西 你要能夠讓你自己 有空前的時間做一些條件 那我有時候去看文化展 你自己是畫文 自己有文化 很健康的人說 不要叫我照相片 我就會想要 可是我告訴你 我手術的Sketch是不錯的 我每次手術 有時候我都是自己畫的 好 我剛剛因為請我們張仲義教授 講了有關於他的 在整備心外之路裡面 很重要的幾個部分 講到很多是有關於他的老師 武器的教授 那現在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他的學生 怎麼去看我們這位老師 老師給我的影響 我覺得老師是一個做事非常仔細的 像即便到現在我們去看病人 然後去看這些數前的一些檢查的資料 他即便這麼有經驗 他還是會把每一筆資料都叫出來 一筆一筆仔細去看 把每個數字拋棄 這個有時候我們都覺得很離舊 當然自己還是不會放掉這些很小的細節 我覺得這個傷 就是在跟老師查完之後 還是會覺得 哇 這個還是很感動的地方 年輕一倍的成長外科 來說 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才比較能知道說自己能不能踏入這個領域 你要有愛心 所謂的愛心就是說 你要喜歡這種病人 你很喜歡小孩 第二個 你要有愛心 因為小孩子會 他不會講話 現在不會講話 所以 他只會哭 所以你要能夠 用你的方法去感受到這個小孩子 你告訴我 在哪裡 有些要很耐心 甚至於在數數方面也是一樣 因為他數數困難 時間長 他的reserve 就是說 他沒有像大美女那麼多 他的體能跟體質可以讓你去操作 他就是那麼小 只要一點點錯誤就不行了 所以你只能很小心 很有耐心的慢慢把你的事情做好 你如果要再來一次 他大概就不去要完了 所以跟一般的開運所說 有什麼大一樣 這是第三個 你不一定是個天才 但是你要具備有surgical talent 因為畢竟小孩子很外科 他是需要很精細的技術 如果你沒有surgical talent 就是所謂的一些外科的一些天分 最好不要 第四個 你要花比人家更多的時間 來做一件事 而且 你必須要懂得 先天性心臟病的解剖病理跟病態神理學 你必須要具備這四個條件 你才能幫忙做一個小心一點的醫生